我們現在呢先把這個軟體先安裝一下 那麼剛剛有提過這四個下載環 我們先安裝這個微軟的元件 因為我們這邊我剛安裝的時候發現沒有 您把它先解壓縮一下 解壓縮一下之後呢 您看到這邊有沒有 這個資料夾 裡面是不是有兩個 一個64一個86的 軟體安裝很單純 YES 同意 OK 這樣就好了 因為它就自己裝完了 所以這您不用做任何額外的什麼設定 這是第一個 那Open Studio Broadcast Studio 這邊呢 它安裝 我看一下 在這裡 您打開之後呢 會像這樣 一樣的 這也是安裝檔 就點兩下就好了 安裝的過程是英文 但是您不用擔心 進去之後 就像您剛所看到的是中文 就是進來之後是中文的 好 進來之後是中文的 如果您沒有 您是先裝這個 Open OBS 再來裝後面那兩個 也可以 因為 你裝第一個的時候 它就告訴你不能安裝 哈哈哈哈 所以你一定要先安裝完我們那個微軟的那兩個 好 微軟的那兩個之後 再來 再裝這一個 好 這一個 好 第三個 我們的SYOM 3D 這一個 在這裡 也是一樣 您就直接執行 這個介面是英文 但是執行起來是中文的 好 執行起來是中文的 那如果您是 就是回去之後再下載 如果說您覺得這個軟體 也蠻適合您的 您可以下載那個不用安裝的版本 它比較多的那些模型 比較多模型可以用 好 上面這個 就是我們的 數位教材 它本身就是一個數位教材製作軟體 好 那一樣的 您就直接安裝就好 這樣老師OK嗎 裝完了之後 您會發現在桌面上 應該至少會多出 第一個 這個 第二個 這裡還有一個 有沒有 兩個 然後SYOM 3D 我這邊還沒有裝 我這邊還沒有裝 這樣 但是呢 待會我們要啟動 OBS Studio的時候 稍微您留意一下 我如果這樣直接打開 你會發現 它沒辦法 它沒辦法打開 你說 欸 奇怪 我都有照 我剛剛提到的 有沒有發現不能開 為什麼 因為它 OBS Studio 它預設有幫我們裝 32位元跟64位元 放在桌面上這個捷徑 是64位元 因為我有發現 有些電腦64位元沒有辦法執行 但是沒關係 您從選單這邊 您找一下 所以如果說您剛剛裝好了 欸 奇怪 為什麼不行 來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32跟64 好 您就選擇32這個版本 那這樣就可以正常打開它 好 這個是老師您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確定這個不能用 你就把它丟掉 好 有沒有 這樣就進來了 進來就是中文的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老師囉